朋友们,我们继续开始 好,下面要实战练习了 第一问 价格が高ければ品質が必ずいい 价格 价格 那么呢,只要价格高 品质啊,一定好 这个符词很重要啊 必定必定 那么当然这句话 一般是主流来说的话呢 是不太认同的 对,所以它里面应该后面啊 要接一个并不认同的这个句型 当然选哪个呢 对,第二个答案 价格が高ければ 品質が必ずいい 必ずいいというものでもない 并非 并不是 只要价格高 品质啊,就一定好 答案的话呢,选二的啊 另外几个应该还知道吗 价格 不是没前提的意思啊 价格表示 一个消极的可能性 恐怕这个意思 而世代还有很多啊 有以上的意思啊 对不对 有这个曲绝鱼啊 全品啊 雖然为ない 是活得不 无可奈何的 下面啊 隣の息子さんは来年から 大学院に入る 何々 选哪个呢 我们这个单元里边说 讲过的句型 选意识毫无意识的名 脱卡 那么脱卡什么意思啊 初级班里边是说 什么什么拉 什么什么拉 一个列举 那么N2里边的话呢 表示一个 听说好像 他表示一个不确定 后面有省略嘛 听说好像 隔壁家的儿子 明年要 不严了 コロナリの息子さんは 不是善子吗 是隔壁家的吗 来年から 大学院に入るとか 那么后面的 ことが 还记得吗 感叹 什么什么啊 くらい 那程度啊 最起码的 或者 或者 那高的 ことだ 要求 忠告 反应一下 止め イギリスに 留学したことがある 何々 ただ 半年 だけなんです 是哪个呢 化け合って 全部不快 正因为 くせに 明明 对 注意了 带有一个 指的语气 代わりに 什么含义呢 て 对 反尽 代わりに 代わりに 反尽 代わりに 反尽 代わりに 代わりに 反尽 といっても イギリスに 留学したことがある といっても ただ 反尾 だけなんです ただ 反尽 回音 什么含义呢 最初 我有去 英国 留学 学 这是 一个 经历的意思 他 他 但也就半年 时间 所以他主要是一个补充说明加修正 那么后上的话一般就是说程度没那么深 再来 会社のため 何何 自分のために働くと思った方がもっと頑張れる 可能看 能够努力 所以这道题目 当然学年好 そのくらい 能看到过了程度的 代わり つもり 我们在N2版说两个含义 一个是自认为 一个是全当作 那么这边 哪个通呢 嗯 选二话一点了 对不对 应该是 というより 会社のため 自分のために働くと思った方が もっと 頑張れ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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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公司的 你不如怎么样呢 认为是 为了自然的干活 那更能够努力 可能啊 今日 山田さんは表記で 会社を休むそうです つまり 何々 という事です つまり 他知道つまり 换句话说 今天 听说山田 前面嫁了 换句话说 就这么一件事了 一个结论 所以 一是 去了医院 病院に行っている 第二句 休んではいられない 我不能再休息 三 今日の会議に来 不参加今天会议了 第四个 会社に来ないです 不来公司也可以 哪个痛啊 想想看 我们周末如何呀 今天 山田啊 听说山田 因病请假了 换句话 他去医院了 换句话说 我们不能再再休息了 把他的活一会干掉 换句话说 他今天就不参加会议了 换句话说 他不来公司也可以了 那么哪个是换句话说 里面呢 说实话 这种题目我们 做起来还是很痛苦啊 日夜能看懂啊 但中文我们 哪个通一点呢 其实答应该选择是 三 换句话说 山田就不参加 今天的会议 对 他跟通一点 好 今日 山田さんは病気で 会社を休むそうです つまり 今日の会議に deny ということです 上面啊 上司に 言われた 何々 やれば 問題が 解決で できるとは 思わない 这个很重要啊 トゥオモ 不知道同学们还记得吧 トゥオモ 我认为 那如果你也表示 我不认为呢 这奶放前面 还是放后面呢 对 这句话 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这个奶 只能放在 トゥオモ 的后面 而前面 还加个哇 我们不是把奶 放前面的 这一点很关键 答案是哪个好呢 バカリに 正因为 还消极的 这不好的 カラニは 自然就 三个相似的 以上は 上は カラニは わげで 偏保育的一个原因 多亏了 トゥオ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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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答案选次 ジョウシに 言われた トゥオリに やれば 問題が 解決できる とは 思わない 就 我不认为啊 只要按照 上司 说的去做 问题啊 就能够解決 我不这么认为 这个地方 请同学们 记住 我不这么认为 トゥオモ ママナイ ナイ 一定是 放在 后面 不能放 トゥ前面 他の選手に 抜かれる 恐れがあるから 安心 何々 这个也是 恩愛句型 コマ 记得吗 恐れる 恐怕的意思 因为恐怕 会被别的 生手要超过 人一 放出方 就不能太 看出来没有 所以我能 这么安心吗 我就不能 安心 对不对 所以 哪个答案呢 这个肯定是 肯定写的 不得不安心 肯定错了 キレナイ 我不能 安心 彻底 那这个的话呢 是不是好呢 口头话呢 是没有必要 安心 没有必要 这意思 肯定不对 所以我们 不能 一直 这么 安心 那可以 安心一点 对不对 但是你不能 总 安心下去 给大家说什么呢 选择好一点 他の選手に 抜かれる 恐れが あるから 安心 しては 对不对 这么一句啊 人に 自分の 欠点 が 分かった 什么反应呢 哪个好一点呢 被人说了 才意识到 自个儿的 缺点 对 原来没意识到 经过 解释以后 我意识到了 原来 没有 意识到的 所以我们 一般有 哪个句型啊 て初めて 人に 你本人发出方 因为后面 是不动态啊 人に 言われて 初めて 自分の 欠点 が 分かった 这都不对啊 てから でないと 如果 不做 成像 反而是 不能做 后面一般 都可以否定 てでも 还记得吗 但是 不惜 不惜 一起代价 要怎么怎么样 都是我强烈愿望 いつも 他怎么表 对 反式的意思 虽然 但是 この文章の内容は どうが 間違っているように 思えて 何々 但这里的 ように思える 还是 我同学们 再记一下 思える 是可能态 但含义 更加自发 自然而然的 很客观的 一个想法 一般前面 不用拖 一般配 余女的 那么答案 选的是 好 我强烈的 感受到 对不对 答案选的是 三 这个文章の内容は どうが 間違っているように 思えて ならない 我强烈的感受到 这个文章内容は 哪有错 しかない 对的 代表是 只好这么做 手拿来ない 就没有挖 就错了 好 勝負は これからだから 何々 因为什么 因为勝負 要看 即下去 所以 乌卡利路 有什么含义 它表示 开心 心里 被有些小 激动 很不能够 冷静 蛮开心的样子 叫乌卡利路 答案选 哪个好呢 对呀 因为勝負 我们是 看下来的 所以我们不能 总是 怎么开下去 要记得 努力 对不对 答案选三 勝負は これからだから 置かれて ばかりは いられない 他このこともある 还记得吗 就是有价值啊 美白感啊 值得啊 有个意思 ないで は済む 不这么感言 OK 也可以 可能用 可能用 还记得吗 是 事实上 不是那样子的 给人的感觉 就好 是那样子 好 成績の意 スズキさんは 頭がいい 何々 勤勉と言った方が 適切だ 临目啊 成績很好 与其说 他聪明 頭がいい 就是聪明的意思 不如里面呢 说他勤勉 更合适的 对 答案的话呢 选第二个人 通啊 成績の意 スズキさんは 頭がいい というより 勤勉と言った方が 適切だ 第一个答案 カットもった 什么行為 カットもった 那是 原本以为 还有呢 依旧 这个行為 ことから 应该表示 来友的意思 那这个应该 不通啊 来友就對了 男生二十毫无疑问 下面一句 彼女は 来月 結婚式を 上げる 何々 話した 上げる 就主要 主行的意思 那应该是 听说吧 而且还是一个 不确定的一个传闻 关键 下面写的 看得好像 不是很明白啊 我们是这样子的 就 托语啊 中间 先插一看 还记得吗 对不对 是当然选三吗 你后面加 ことだ也可以 加 話しだ也可以 彼女は 来月 結婚式を 上げる とか いう話しだ 听说好像 他下个月要 举办 结婚典礼了 这个 这个 好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排序题吧 我也说了 希望 同学们 就按照 我教的方法 来做 一句啊 人生には 何々 物がある 那么 治本 俱行啊 初めて啊 对啊 手始めて啊 二 四 就好了 那 摩诺一般 我们不会 翻路出来的 往往都会有 结束的 很像 我们这边 哪一个 接在 这个名词前面呢 能够做连体的 就画一画 接在名词前面的 一 可能不可以 一 后面有一呀 那么 二 三 后面有 て呀 不行啊 就四 可以放 最后 四 放最后 二 三 接一块 就看一 跟谁呀 一 是跟 失去呢 还有 跟 き 那么 那么 気が付く 这段 要配的 意识 应该是 对意识 的 那个重量 应该是 二 三 一 四 人生 人生 失 失 得 初めて その 大切 に 気が付く ものがある 人生 有这么 的东西 自由 に失 才能 意识 的 始末 正面 中 都内 の 大騒ぎ だった 騒ぎ 闹 那么 这边 应该是 毫无疑 他 他 都 的话 应该 还是 有用 特别的原因 所以 托前面 可能 跟 解决 二 后面 跟 四 后面 跟 明板 跟 三 三 三 就好 放哪 再定 那么 トナエ の 后面 可能 一个名词 要么 跟 二 要么 跟 四 就是说 市中心的 火灾 还是 市中心的 高层大楼 那应该是 四 话前面 好一点 地点 对不对 那么 ある 前面 可能 跟 个 成分 的 有火灾 所以应该是 四 二 三 一 本来 本来 高层 ビル で 火灾 が あった とか で 大 騒ぎ だった 那 听说 好像 市中心的 高楼 高层 大楼 发生 火灾 所以的话 很闹 好 下面 家 出 家 出 何 何 なら な がった 这个 一刻 就很 明白了 手 ならない 一肯定放最后 而且 気がする 也是我希望 朋友们背的 感觉的意思 一般我们 前面讲 有的 感觉 似乎 怎么样 就是说 一放最后 四放一 前面 答案选 是毫无疑问 忘れもの おほめ 肯定跟 动词 只能跟 した 三肯定放 四前面 那不就 二 三 四 一了 很简单 对不对 二 三 四 一 这我都没有 看句 一 一 当然 注意好了 看看 最后 检验一下 家を出会った時 何人が忘れ物をしたような気がしてなかった 如果离开家的时候的话呢 我强烈的感觉到好像我忘了什么东西了 这个含义啊 一般不会跟在他们前面 如果前面有柱子的话 我们一般是让同学们把柱子背在我们具体里面的 那你并没有背到过 所以不会有 所以明摆了四肯定放第一个 一肯定放最后了 四方第一个 一方最后 然后二三 其实都是跟一的 你还得看 他的这个先后 不过是去温泉嘛 三肯定放最后 一方要近一点嘛 对不对 答案的话呢 应该是四 二 三 一 旅行に行ったと言っても 日带で 日带で 当天来回 近くの温泉へ 行った だけだ 所以说 去旅行 那 所以说去旅行 也 仅仅只不过 当天来回的方式 去了福利的温泉 下面一位 道端 道端 二 ゴミを 何何何 いられない 那么基本语法的话 黙っては 好多疑问的 二肯定放最后的 然后 想想看 怎么做 这个 我肯定会不会 跟动词 要不跟他 要不跟他 那么 那 这种人吧 对不对 要不 把前面好一点 那么 人跟谁好一点 他 动词 毫无疑问 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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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三 二方最后的 四方正前面 一页 就跟三了 那咱俩不出来的吗 对不对 答案是 四 一 三 二 道端に ゴミを 捨てる 人を 見かけると 黙ってはいられない 什么含义呢 就是我看到什么呢 我看到在路旁 有人拉鸡 不能够 不能够不说话 就制止一下 对不对 再说一 四一三二 好了 下面我们要看 早文了 这部早文也蛮长的 好 我们看看啊 話を聞く力は 社外人として 当然 何々 能力です 什么含义呢 就听别人讲话 努力了 就都市的作为 作为 上班族 成年人 当然 怎么 怎么样的 一个能力 好 来题目了 ミニツケルス固定文法 一个短语 掌握的意思 或具备的意思 那你说 我们要具备吗 作为一个上班族 听别人 讲话能力 那肯定得有 最起码 是肯定去吧 所以 第一个肯定不能选 你是否的 可能没有 你肯定不能选 不能老掌握 那肯定不对 第二个 不能总是再怎么掌握下去了 那变了 对不对 那肯定也不对 三方四是两个 肯定写法 必须 什么含义 你们还知道吗 恩恶举行 那是 某种情感 由然而生 不由自主的 在控制不住了 不由得 情不自禁的 这个含义 情不自禁要掌握 这个也不通 所以好 我一问 三选三 对不对 成年人 是当然 必须要掌握的能力 好 看下去啊 原创作文章 联系的能力 能力 提起 可以 受证 能力 能力 让人家的关系 滑 下 远滑 只不过日本人用这个 远滑的含义跟我们中文还不太一样 它表示顺利的意思 跟我们的这个 从事远滑含义还是有点不区别啊 那这里的kotode 也是我们终究剧情 就是通过我们的方式手段 这个含义 什么呢 tsukeru 就是养成这个习惯啊 那通过我们是去养成 或掌握这么一个 去听的一个能力 那么我们就是怎么样呢 我们就能够 看到没有 后面是kotoga deきます 可能太说明语啊 那我们怎么样呢 我们就能够去 掌握知识 みつける 这边是动词的mashing 小中段 我们就能掌握知识 能掌握什么呢 交流 对这个外来词 对的啊 コミュニケイショ コミュニケイショ 英文一样的 它在翻译不一样 好 掌握什么呢 掌握交流的态度和能力 那么 你是不是可能没有变化 你能够怎么样呢 我们这个人事关系 变得 顺利 这个 对的 对的 はい 聞く力をつけることで 知识を身付け コミュニケイショ の態度や能力もつけ 人間関係を円滑に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好感觉啊 日常の言語生活で 最も多いのは 聞く コミュニケイショ 最もに もとも もとも 最的意思 这个发音很重要 你好 贝贝 もとも 我们呢 在日常的 語言生活里面 最多的 是什么呢 听 对啊 話を聞くことが 多くの情報の 源となっていることを 示しています み みな も と 示す 表示了什么意思 就是 听别人讲话 这件事 就是 就是个什么事呢 他 能成为 许多 情報的 来源 源怎么念 念 みなもと 这个词要背的 一般单个漢字的话 念 迅度 みなもと と 住词 这边含义跟 に 含义是一样 跟两篇書面的话 就是 示しています 表示出 話を聞くことが 多くの情報の 源となっていることを 示しています この情報は 人間の活動から 生まれています でも 信心的话呢 是 从哪儿 诞生的 是来源于 人类的活動 所 诞生的 人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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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から 生まれています しかも これからの 人类的 社会は 国際的 人类的 人类的 交流 激しくなり 意 意 怎么 言 意 異なる 異なった 価値観の 人类との 関わりが 増える 何々 一番 漫長 漫長 な 什么 含义 な 上 第一 しかも 什么 含义 しかも 什么 含义 而且 です 那么 而且 怎么样 呢 这个 接约 词 很重要 注意 背 背 而且 今后 的人类社会 有国际 和国际 性 的人的 交流 諾 是 和 連体 的 修士 通話 面 可以跟 諾 的 还记得吗 有 五个 柱子 后面 可以跟 諾 念五个 で え 通 然后 から まで で え と から まで 这五个 路词 后面 可以更多的 而且 的话 在今后 的人类社会 和国际性 的人交流 变得更多 他这个激烈 也可以 南里的话 动词的 MAS 型 风惯 和什么 一样的 和 不同 价值观 的人 人们 交往 会增加 后面 我们要来 题目了 と 予想 然后怎么样呢 している 通りです 正如我们所预想的 と 予想されます 被动態 と 予想されてたまらない する気 と 予想して なりません 阿尔邦斯 其实没有区别 只不过 它是 主动 它是 被弄 后面都一样 对不对 其实这里的话 我还希望 同学们 可以知道 一些 我们一般都是 用哪个呢 用被动态的 后面也不用 跟随着接着 对不对 预测 预想的含义 那么谁预测 不是我预测的 对不对 不是我说话 我作者 一般是这么 普遍的 社会性的 预测的 所以一般的话 发生方法并不是我 所以往往的时候的话 我们用什么 用被动态 被动态 当然是二点 这种 语法是很常见的 はい まあ しかも これからの人間社会は 国際的に 人との交流が 激しくなり 異なった価値観の 人との 関わりが 増える を 与 同等模样 同等模样的 人と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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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代 多数多様な情報が 個人に 入ってくる 時代です このような現代社会になって 聞く力を鍛える 鍛える 言葉 多面的な情報を 確実に手に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多面 一方面 似合って 这也是我们其实这个句型 处在处于的意思 这个也是 需要先知的 处在 处在某种状态 阶段 地位 倾向 第二个行业在于 往往是什么在于呢 问题在于什么地方 理由在于哪里 原因在于哪里 责任在于哪里 目的在于哪里 在于 这个也是我们的句型 只不过我们在N2南宝里面包含那种 在N1南宝里面是有的 一个处于 处于某种阶段 倾向 地位 在于的话 理由在于什么地方 原因在于哪里 责任在于谁 和目的在于哪里 对不对 在于 这边处于 处在 处在这么样的一个现代社会 那么怎么样的呀 列举嘛 其中这个嘛 对不对 处在这么样的一个现代社会 那么去锻炼听的能力 我们在这里面呢 可以确实实实在 手にすることを得到 用手は 多方面的信心 这种东西的信心 这个现代社会 在这种 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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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应该是作者的想法 你答案选哪个好呢 那我刚刚说了 作者的想法 我这么认为的 我这么认为的话 如果你讲这就不这么认为了 这是一个表示作者并不这么看待 并非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这句话里面 我觉得他就是应该要这么去锻炼 所以根据作者看法的话 二十人不能选 我认为作者就是这么认为的 不得不这么说 应该也没有感觉啊 当然的话呢 选一句 非常好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 可以 可能更好一点 他用思います的话呢 更加突出是作者 自己是去思考过的 然后怎么想的 非常好一点 時代の世界人 となる子供も 现在的世界人 効力 効力 不至于是 不仅且命 但是我还怎么认为呢 就断练天然的一般女生呢 另外一句 与什么有关系呢 与这个人的人性也有关系 と感じます 我怎么认为 その上 聞く力を鍛えること自体が その人の人間性にも 関連すると感じます 私は 聞く力を身につけるには 言葉をはっきり 聞き取るために 日本語の語感や 語法に敏感になることが 大切です 很や 身につける 对了 它是一个他の感觉 很高的 我们要去掌握这个 听的能力的话呢 我们后面有にわ 很重要 也是我们中级版学会的句型 那是一个目的 我要去掌握这个目的的话呢 你们后面句子 你们干什么呢 最好的方法策略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呢 为了能够清楚的 听下来 把你的听下来 那么要把 日语的语感 和文化 怎么样的 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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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的口感 大切的名字 还有一些重要的意思 听着力 身につけるには 言葉を はっきり 聞き取るために 日本語の 語感や 語法に 敏感になることが 大切です そのためにも できるだけ 多くの人との会話が 必要なのです 那为此呢 台湾有汉字的 台湾有汉字的吗 汉字的位呀 英文的位 什么呢 贵的位 那为此的话呢 那我们有必要怎么样呢 我们有必要 要和 尽量多的人 去会话 这是我们要背的一个 基本的语言吧 大切 他前面也可能猜的是 能力到 最大范围嘛 对不对 为此的话呢 我们有必要 和尽量多的人 去会话 そのためにも できるだけ 多くの人との 会話が 必要なのです 子供であれば 異年齡の子供たち 社会人であれば 異年齡や 異性 異業種の一部など 幅広く会話や 台湾の機会を 持つことが大事です 那如果是孩子的话呢 要和不同年齡 二年齡 如果社会人的话呢 要和不同年齡的 不同性别的 不同职业的人 比较幅広く 幅広く发音 去面发音 幅広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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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供であれば 異年齢の子供たち 社会人であれば 異年齢や 異性 異業種の一部など 幅広く 会話や 対話の機会を 持つことが 大事です 那覇者は それが 新たな言い回しを 発見したり 言葉の様々な ニュアンスを 見つけること 何々のです 新的文明 新たな 新たな 言い回し 就是措辞 比較 完整的讲法 那么呢 我们发现 新的什么呢 讲法 掌握怎么样呢 语言 各种各样的语感 ニュアンス 语感 然后怎么怎么样 然后怎么怎么样呢 这边应该 答案選哪个 这两个字 カヨウ 还记得吗 カヨウ 肯定不对的 カヨウ 是上下班的意思 通车的意思 应该是 与之相連系的 也就是这个意思 这边 一包二 肯定不能選了 三包四的话 这个其实是 与之 应该是比较 对象的 应有词之流的 通车的话 这边也不用 怎么这么说了 因为它通的话 其实显霸很多 答案的话 选四应该是 正确的 只不过 主要是通的 那几个含义 表示应该是 与之相通 而且它是 又可以 状态向未来持续的概念 这边可能题目 最后题目可能 稍微的难一点 应该是 与这个事 是相通的 是 与它相 对不对 这个含义的 状态向未来持续 这个意思 它会说 那件事了 后一会 咱们锻炼嘛 对不对 然后的话 是语 我们可以去 发现新的 这种完整的讲法 还有什么 能不能掌握 语言各种各样 语感这件事 与之相通的 应该到那个方向 这样子 咱们选择 这是第四个答案 好 看上去 聞口力を自分につけるには 話してへの思いやりが大切です 那么には也是一个意思 而是目的的意思 我们 就是说 要自个儿怎么样呢 掌握着听的能力的话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对于 讲话那个人 話して 讲话对手 那个人 思いやり 这个词其实我也蛮喜欢的 体量 日本人社会里边 体量这个 或者关怀 这个含义 是蛮常用到的 你说对对方 讲话那个人的 这种体量 这种关怀 那是很重要的 聞く力を 自分に身につけるには 話しての思いやりが 大切です 話してを信頼し 人格を認めなければ 相手の話を聞いたことになります 什么意思呢 如果不啊 如果你不信任对方 所以他 虽然他是一个肯鞋 但其实他还看这个人 否定啊 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不信任对方 不认他的人格的话呢 我们是不会去听什么 他讲话的 就换你活着 这件事啊 是不会发生的 这个意思 話してを信頼し 人格を認めなければ 相手の話を聞いたことになります その態度が 何々 良き否定と なれるのです 良き是偏古文的一个 连提詞 能够成为 可能态 或是偏书面的一个结果 对你的含书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得意 有没有呢 这种态度啊 看含书的话 我们得有了这个态度 我们才能够成为好的 良好的听者吧 对不对 那么答案应该是 有了才能怎么得面 应该是对 三好也对 擴索 是强调前向 我们怎么样呢 只有有了这种态度 我们才能够成为什么呢 那么什么态度呢 就是要欧摸仰义 对不对 对对方 二不对 二是后面已经否定啊 会ってからでないと 如果我们没有中态度的话 就不能成为 那后面就成为没有 就肯定局啊 二不能用啊 三个要对 好 看下去啊 そこで相手の信頼を示すことが必要になります 这个也是同学们 要背的一个 接触啊 也蛮难背的 因此 注意啊 因此 因此的话呢 什么就变得有必要了 对于要表示出啊 示す 要表示出对对方的信頼 そこで相手の信頼を示すことが必要になります 話し手に向いて聞いたり 相手の目を見て 話を聞いたりするのは そのためです 常常有人会说 你看着我讲话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表示出对对方的信頼 所以我们跟妈妈讲话 妈妈都不看到我们 都是看电视的 对不对 对我信頼 什么呢 我们要 面向说话的人 听他讲 对不对 要看着对方的眼睛 去听他讲 就是英文 話し手に向いて聞いたり 相手の目を見て 話を聞いたりするのは そのためです 不诚心嘛 对不对 我讲话 你不看着我 不够诚心 对不对 また 同感したり 了解したときに 頷く動作も 話し手に 自分は集中して 聞いているという 三因ともあります 三因是信号です 那么また 同时另外又 同时另外又 那么另外的话呢 当你 对不对 感到 我同感 我同意你的时候 我明白了 了解 不那次刻 这个字も通話的 头点点啊 对啊 是的是的是的 头点一点 动作 你这么呢 也是 像说话的人啊 表明自个人 这自个指谁啊 听话的人 我在集中的 在天下话 有这么一个信号 在宣传 对不对 对不对 また 同感したり 了解したときに 頷く動作も 話し手に 自分は 収集して 聴いている という 三因とも あります 好的 那么我们 第二单元 就到这了 感谢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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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